受刑人透過網路視訊和家人見面 高興的聊起近況 明德外衣間隨著點獄長杜聰點上任後 推動許多人性化的措施活動 我覺得我們明德外衣間非常的體貼 跟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跟親屬家屬聯絡 路跑槍聲一響 受刑人努力往前跑 點獄長杜聰點很幽默的說 要他們記得跑回來 但如今有人卻真的沒有跑回來 目前全台共有三間獨立的外衣監獄 分別是台南明德 花蓮自強以及桃園八德 根據矯正署的數據 最近十年從外衣間脫逃共有49人 至於明德外衣間106到109年 這四年當中共有9人脫逃 109年杜聰點擔任領獄長後 也有兩人脫逃 分別是109年的聯性嫌犯 以及殺警案的聯性嫌犯 相對一般監獄 外衣間脫逃的人數高處近5倍 加上這次殺警案 角戰署平平解釋是余駕未歸 讓外衣監獄難以接受 那放寬規定以後 我覺得他們當時是為了理親服 想親服而量身打造 但確實有可能讓其他類似情況的嫌犯 也能夠去申請外衣監 那甚至加深讓嫌犯脫逃的可能性 也就是在典獄長的管理 出現問題的時候就會發現 外衣間的設立原本是希望 受刑人加快適應正常伸手的腳步 但如果少了完善配套 反而容易成為社會治安的破口 傳媒因娜陳一瑋綜合報告 觀眾朋友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們做了嗎 那就是趕快來訂閱我們的CH52華視的頻道 而且記得喔 一定要幫我們分享 按讚 還要開啟小鈴鐺